欢迎大家收看亚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中国和其邻国之间的战场了 美国太阳能热潮为中国背禁产品打开了价值20亿美元的印度市场大门 在印度 更便宜的电动汽车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前泰国总理候选人皮塔陷入更多法律麻烦 新加坡将审查F1协议 调查2022年比赛中的S Ice Warren腐败行为 请大家收看 南中国海已经成为中国和其邻国之间的战场了 南华早报 南海局势继续升温 菲律宾海军对中国战舰和海上民兵船只在争议水域的存在表示担忧 菲律宾海军对美己交周围船只数量的增加感到担忧 该交距离第二托马斯沙州约23英里 菲律宾政府一直在该地区升级其领土设施 并表示其意图购买首艘潜艇 与此同时 中国警告菲律宾谨慎行事 并表示如果菲律宾在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永久性建筑 将坚决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南海进行了一次涉及海军和空军的军事演习 菲律宾已与越南签署了一项海岸警卫合作协议 并在与美国和其他盟友包括澳大利亚 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的合作上取得进展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维多多建议菲律宾从印度尼西亚购买反潜飞机 北京指责德国外长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毫无根据地指责 法国和意大利讨论了如何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美国太阳能热潮为中国备进产品打开了价值20亿美元的印度市场大门 彭博社 印度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商Warri Energies已向美国发送了数百万块太阳能电池板 其中包含了一家中国公司的组件 该公司因强迫劳动问题多次被拒绝进入美国市场 这些组件是由Longigreen Energy Technology生产的太阳能电池 被用于安装在美国几个州的太阳能农场中的Warri电池板上 这些电池板的进口引发了对美国禁止与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有关产品的执行情况的质疑 自2022年6月实施禁令以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扣留了数千批由中国公司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 然而 该机构的行动为印度太阳能生产商创造了机会 他们大幅增加了对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出口 美国一直试图在被视为盟友的国家中培育替代供应链 以对抗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一直在推动一项名为友好供应链的政策 旨在在印度等国家发展替代供应链 然而 印度太阳能电池板对美国的出口激增引发了担忧 认为这些电池板可能也包含了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制造的组件 对中国强迫劳动产品禁令的执行受到批评 认为其不均衡并主要针对中国公司 自2022年6月以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扣留了数十亿美元的电子产品 主要是太阳能电池板 但并未公开披露受到这些行动影响的公司 在印度 更便宜的电动汽车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日经亚洲 根据行业专家的说法 由于包括电池在内的大多数零部件仍然需要进口 印度的电动汽车 一例价格在短期内不太可能下降 普拉布达斯利拉德尔汽车分析师西曼书 辛格表示 即使印度开始本地生产电池 成本也不一定会降低 尽管随着国内生产规模的增加 公司可能会从规模经济中受益 但在不久的将来完全超过中国和韩国是过于雄心勃勃的 野村证券汽车零售业务负责人哈希瓦德汉夏尔玛警告说 前泰国总理候选人皮塔陷入更多法律麻烦 日经亚洲 泰国一家法院对包括前总理候选人皮塔 林查洛恩拉特在内的八名政治人物判处缓刑 原因是他们在2019年举行了一次非法集会 这一裁决进一步加剧了反对派前进党面临的法律挑战 该党因其修改保护君主制免受批评的法律的运动而受到审查 该党可能面临解散 并且其高层可能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 前进党是泰国议会中最大的党派 其反建制的纲领对泰国现状构成了威胁 新加坡将审查F1协议 调查2022年比赛中的SS Warren腐败行为 南华早报 新加坡将审查其F1大奖赛协议的条款 并对之前的一场比赛进行审计 此前曾涉及前交通部长SS Warren的腐败调查 这个城市国家还要求旅游局对2022年的比赛进行审计 S Warren上个月因被指控腐败而辞职 并否认了这些指控 新加坡的F1合同于2007年首次签署 并在2012年2017年和2022年进行了续签 目前的合同将于2028年结束 印度的变装艺术家在学校传递包容性别平等的信息 南华早报 印度的变装艺术家正在学校进行访问 以提高孩子们对性别认同和LGBTQ权益等问题的意识 印度日益开放的氛围 使得一些学校乐于接受变装艺术家的访问 在他们的表演中 变装艺术家唱歌 跳舞 并讲述关于性别中性虚构角色的故事 增强平等意识 鼓励孩子们对跨性别人群的生活感到好奇 这些艺术家旨在通过他们的表演 解决儿童之间的欺凌和歧视等有害行为 日本在亚洲杯中的出局 引发了人们对于在朝鲜举行的世界杯预选赛的疑问 日本时报 日本队在亚洲杯上的过早出局 引发了对国家队状况的反思 作为四届冠军和本届比赛的热门 日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2比1输给了伊朗 这次失利引发了人们对日本队表现 以及即将到来的对朝鲜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担忧 伊朗在下半场表现更好 并有几次机会在捕食阶段之前确保胜利 日本需要吸取教训 因为30名受害者因寒冷而死亡 地震响应缓慢 南华早报 据称 1月1日日本地震后 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下的30多人 死于低体温症或冻死 政府的应对被指责为缓慢 日本警方将发生在能登半岛的 7.6级地震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38人 仍有19人失踪 20个假期带你回到火车黄金时代 英国每日电讯 2024年将迎来铁路探险的新黄金时代 届时将推出数十列全新的火车和旅行线路 欧洲将重新启用沃普列车 包括巴黎至柏林的服务 新的沃普列车将提供奢华设施 卢带浴室的套房和日式担任睡眠舱 在英国将使用复古蒸汽火车提供新的旅行线路 包括从巴斯到苏格兰高地的旅程 其他值得注意的旅行线路包括从布宜诺斯爱丽丝 到马丘比丘的旅程和穿越加拿大东部的旅行 预计这些新的火车和旅行线路将非常受欢迎 因此建议旅客提前预定 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五年来首次缩小 彭博社 自2018年以来 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首次缩小 帮助将德国的整体盈余增加了一倍以上 去年 对中国的逆差从2022年的860亿欧元降至584亿欧元 然而 这个逆差仍是有记录以来第二高的水平 德国政府计划通过在国外投资采矿项目 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与中国的不平衡贸易关系仍然是德国的一个担忧 因为中国在机械工程和汽车行业的迎头感上增加了担忧 新加坡监禁了一名从患有痴呆症的雇主那里 盗窃超过3万美元的佣人 南华早报 一名在新加坡的印尼家庭佣工 因使用他年迈雇主的银行信息 超过应得薪水金额 获得了超过4万1千新加坡员和3万0500美元 被判入于16个月 这名佣工名叫阿尔贝蒂娜 卡卢 他被委托处理雇主的银行账户信息 用于向自己转账发放薪水 然而 在去年4月至10月期间 他进行了多次未经授权的转账 超过了他的薪水支付金额 这笔钱被转入他在印尼的银行账户 并被用于购买房屋等开销 俄罗斯能源精英和印度官员努力保持石油供应 彭博社 能源安全将是印度能源州会议的主要讨论话题 该会议今天开始 这个事件将是印度展示其可再生能源进展 并解决与俄罗斯的贸易障碍的机会 俄罗斯在印度石油进口中的份额 从去年6月的43%下降到今年1月的31% 印度官员和俄罗斯高管之间的谈判 可能会集中在支付和货币方面 从敌人变成盟友 TikTok与Tokopedia的交易被视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举措 南华早报 通过以15亿美元收购Tokopedia的方式 TikTok已经重新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电子商务领域 这款病毒式视频应用程序在去年10月被禁止参与该国的电子商务活动 现在已经获得了印度尼西亚第二大购物平台75%的控股权 Tokopedia首席执行官Patrick Walujo表示 这次收购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电子商务平台正在烧钱 并且在去年初的交易量下降了25%以上 它需要注入资金以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市场中继续增长 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印度尼西亚大型企业外国所有权的担忧 然而 Walujo表示 这次出售是买方和卖方自愿的情况 因为Tokopedia的选择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分析师们表示 这次收购是将外国公司如TikTok的所有者字节跳动 与当地合作伙伴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让他们独吞利润的一种方式 他们还表示 这可能为其他国家的类似交易铺平了道路 梅西与迈阿密国际队的全球巡回之旅如何变成了公关噩梦 英国独立报 利昂内尔 梅西与迈阿密国际队的巡回友谊赛 遭遇了负面宣传和令人失望的比赛结果 尽管知道这些比赛毫无意义 球迷们仍然支付高昂的门票价格 因此期望看到梅西和路易斯 苏亚雷斯等明星球员的出场 然而 由于两位球员年龄增长和受伤的原因 他们的出场机会有限 主教练杰拉尔多 马蒂诺为梅西的缺席道歉 并表示理解球迷的失望 梅西是否会在巡回赛的剩余比赛中出场 还有待观察 香港球迷要求退款 因为梅西缺席了迈阿密国际友谊赛 半岛电视台 在香港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中 利昂内尔 梅西没有上场参加迈阿密国际队 以4比1战胜当地联赛11人制的比赛 观众们感到失望 并高呼退款 因为梅西整场比赛都坐在替补席上 香港政府表示 比赛组织者Teller Asia 可能会面临资金减少的问题 因为梅西没有出场 主要体育赛事委员会为这次比赛 提供了1500万港元192万美元的资助 并为比赛场地提供了100万港元12.7万美元的补助 组织者表示 他们原本期望梅西和他的前八赛罗那队友路易斯 苏亚雷斯会参加比赛 对他们没有出场感到失望 香港体育部长得到保证梅西会参加比赛 雅虎 预计梅西将在季前友谊赛中 对阵香港11人队出场 但球迷们却感到失望 因为这位球员在迈阿密国际队 以4比1获胜的比赛中一直坐在替补席上 香港的体育部长确认 政府官员在比赛中一再被保证梅西会出场 并警告称公共资金可能会被扣留给组织者 迈阿密国际队和梅西将在周三对阵 日本的神户胜利船队 进行他们巡回赛的最后一场季前赛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 梅西是否能够及时从腿部伤势中恢复过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南中国海的局势继续升温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菲律宾对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存在表示担忧 并寻求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合作来增强自身实力 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双边关系 也牵涉到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 其次 美国太阳能市场的热潮为中国背禁产品打开了印度市场的大门 尽管美国对中国产品实施了禁令 但印度的太阳能生产商通过从美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 间接从中国公司获得了组件 这引发了关于禁令执行的质疑 认为其不均衡 并且可能对印度的太阳能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 印度的电动汽车市场面临着一些挑战 由于大部分零部件仍需进口 电动汽车的价格在短期内可能难以下降 这使得更便宜的电动汽车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尽管印度正在努力发展本地产业 但要超过中国和韩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是困难的 在其他新闻中 泰国政府对反对派前进党的打压持续升级 该党可能面临解散和高层禁令 这引发了一些人对泰国政治局势的担忧 另外 新加坡将审查F1大奖赛协议 并对之前的一场比赛进行审计 涉及前交通部长S S Warren的腐败调查 这些事件引发了对新加坡体育界的关注 此外 印度的变装艺术家正在学校进行访问 以提高孩子们对性别认同和LGBTQ权益等问题的意识 他们通过唱歌跳舞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向孩子们传递平等和包容的信息 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式 帮助解决欺凌和歧视等问题 最后 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娱乐新闻 日本队在亚洲杯上的失利 引发了对国家队状况的反思 同时 利扬内尔 梅西与迈阿密国际队的巡回之旅 遇到了一些麻烦 球迷们感到失望 因为梅西没有在比赛中出场 这引发了对比赛组织和球员伤病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六博士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内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